欢迎收看理财最简线 上个礼拜五台股大涨147点 您可知道内外力道拉承之下 台股收红 外的部分道琼标普再创历史新高 主要原因请看下方 因为积极数据好看 美国出领事业金人数降到21万人 美国3月份的密大消费基金指数中值79.4 来到了近三年来的最高 这是外 那内呢看仔细了 标题写着上礼拜五投信大买超 599亿元 创下台股史上投信买超金额至最高的记录 而媒体报道着上礼拜五高价股比价 还有AI股旋风在起 所以上周五台股涨了147点 看到了道琼涨来到历史新高 因为第一季美股已经结束掉了 费办涨17.4% 标普涨了一成以上 纳萨克涨9.1% 道琼涨5.6% 上个礼拜再创历史新高的是道琼跟标普 而媒体报道着高价跟AI股您看到了吗 雄风在起上个礼拜五成吉丹 所以会问分析师哦 高价股比价的意义还有AI股这个礼拜又会如何展演 台股上礼拜五大涨147点 收在20294点 再创收盘历史新高 成交量4753亿 提醒您上礼拜周K涨了66点 月K大涨1327点 月K连涨了两个月 涨的是在半导体电脑周边还有油气燃气等等 涨的是在电子通路化工电器电缆 麻烦您看仔细 投信大买了599.5亿元 连21天的交易至买超 史上最大的买超金额记录 行情怎么看这个礼拜 为您邀请到分析师又宇 又宇姐好大家好 好又宇问一下了 投信买史上之最 当然还有包括了这些的高价股啦 轮动啦等等 请问美地鞋高价股比价 那是有意义的您怎么看 没错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盘面 这个世新以及这个信华 他们在做这个股王的争霸战 那当然虽然世新的这个股价是属于 看起来是一个跌增反弹 所以是上面有一个压力 那信华的部分也是 就是股价已经即将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过去在理财最前线 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从高价股里面去看一下 2024年市场的这个趋势 那当然世新它是代表了这个标准型的伺服器 以及AI伺服器 那看起来这个标准型的伺服器 有慢慢在做串头的这个动作 那相关的这个个股可以做看大做小 可以来做这个比价的效益 因为当上面的价格越拉越高的时候 其实这个下面的股票也会动 股价开始在创历史新高 甚至当股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看出 接下来市场的趋势是怎么样 那在AI股在上周五 其实表现的还算不错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像广达 这个GB200晶片的这伺服器 在新闻的部分讲说 今年9月份就会开始出货 所以再来就是说 其实除了Google之外 包括亚马逊以及微软 看起来要在台湾 设这个资料中心的这个资料站 那所以代表这个AI的概念股 又开始出现一些转强 那从高价股又有出现转强的迹象 就代表中石户 似乎对这行情看法 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那再来就是说 一样是在做代工的部分 营业打以及在详细的部分 其实这两档公司 都有收到外资出报告 而且是极力的这个看好 都可以持续的观察 好 台股真不错 上个月啦 上周啦 都交出漂亮的成绩 所以这个礼拜的开始 台股怎么看呢 好 虽然说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上一直讲说 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 就是现在的盘是沿着十日均线走 但是最近已经来多次测试十日均线 而且从这张图你可以发现到 它十日均线跟月线的距离 它已经是越来越接近 那加上我们用一个指标 叫做布林通道 你可以发现到布林通道的上面跟下面 它开口是在做 收斂 没错没错 就代表说我们现在的盘面 它已经从之前沿着十日均线往上走 现在已经进入到压缩 那压缩的话就代表说 接下来未来几个交易日 可能会出现新的方向 那方向的部分就是往上 当然就是无语 但是不知道市场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利口 或者是一些调节卖 那万一这个往下的话 这边可能就会来测试月线 那我怎么去判断呢 是布林通道的上缘穿过就是往上 布林通道下缘跌破就是往下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 大盘知道了 接下来又语吓死了 你有没有被吓到 投信上礼拜五大买599.5亿 史上之岁 所以你怎么去看这样一个金额 然后特别帮您抓了 上礼拜五投信大买上市公司的 最大的前十名 买贵买最大的前十名 提醒您投信在贵买买146亿 跟集中大买599亿 全部都创下历史最大的金额记录 先来搜寻一下 这些上礼拜五布局的标的 投信买的大买的 您怎么看 从这些史上大买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产业上的趋势 我们先看OTC这部分 这三档其实都是聚焦在封测的部分 就代表未来的产业趋势 其实它是稳定成长 尤其是现在包括COAS 或者是其他像CPU这些 比较属于高阶封重的部分 是属于未来产业趋势的潮流 那当然还有一些手机 跟其他的领域都在做附属 所以这个投信在大买这个领域 就是代表未来产业的这个趋势 是往这边的 不要轻哦 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包括中美金以及环球金 这两张就是属于控股跟往下公司 就跟细晶元有关 那代表说现在半导体是产业库存 已经去化完毕 现在需求也慢慢的回来 细晶元片 对没错没错 那就代表说现在整个细晶元的需求 未来是看好的 第二个方向第三 那再来就是说 星象的部分当然就是游戏 就属于宅经济相关 那二月营收台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另外在这个 这个震机的部分就是我们常常提到 过去我们讲几个趋势 包括折叠手机以及WiFi期这些 震机就是在网通这个部分 目前产品都在WiFi6 那当然照例的部分就是属于折叠手机 所以投信布局在贵马部分 第三个重点则是各自题材是这样吗 没错 好那上市的个股呢 上市的个股我们先看到东元 东元这个就是属于 最近很夯的重电题材相关 那再来就是说保存的部分 也是属于基期比较低 稳定成长 那今年因为7月份8月份 是有奥运的这个题材 所以它的这个获利也开始 就逐渐的转加 所以重电第四个重点 低基期第五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吗 第六个重点就是在这个银行股的部分 过去几年其实他们的获利 其实是比较不稳定 那有的银行它有受到这个债券减损 或者是这个防疫保单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看到以今年来讲 很多银行它的投资收益相对是不错的 那今年在配息的部分 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就有机会回到这个疫情前的这个水准 感谢又宇楼针对投进上个礼拜五 因为集中贵买卖抽金额都创到历史之高的 前十名帮您做一下检查 那么还要再检查这个礼拜重要大事情 好首先4月1号包括台湾 美国中国以及日本都会公布制造业PMI 那在4月3号的部分日本会公布这个服务业PMI 美国部分也是 那还有这个ADP就业人数也非常的重要 那4月4号的部分 欧洲会公布3月份的这个服务业PMI 那美国会公布上周的出领失业救济金 那4月5号的部分会公布3月份的失业率 以及重要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的数据 确实 公布这些重要数字可以掌握到底 该国家的经济如何 还有包括了就业市场 想知道本周的重要经济数据如何观察吗 锁定待会9点整 瑞涵收彩金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商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 进屎中组ant maxim掌握 诈骗reb 扩讨历 摩壁 秩顶 阳 derni 绝 burial 接触 短